哈囉大家好我是分線三獎 今天我要開牆喜歡旅遊的你 喜歡去日本的你 喜歡坐飛機的你 一定一定要來坐坐看你的飛機 新月航空 日文叫STAR FLYA 我要去北九州啦 不可以從台灣去打造日本的北九州市 最特別的就是超帥氣全黑的飛機 那聽說在航空業界本來被認為 這個飛機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們做到了 車內也是黑色銅鋪非常帥氣俐落 很多人會誤以為他們是連架航空 其實它是星星航空 大家好我是在新月飛機上的三家 今天我要去北九州 它的各種設備服務都非常好之外 價格還很新 真的是CP值爆表 是我目前坐過最滿意的飛機 就想要好好來介紹一下 它的螢幕是觸控螢幕喔 你一進來空服人員會給你這個耳機 那它很厲害 它也是很適合商業人士搭的飛機 它居然可以掛這個外套 還有台哥超厲害超貼心的設備在腳邊這邊 居然有這麼完善的重點設備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麼多空我就爬不完啊 這個是他們的吉祥物 他們真的什麼都很帥氣耶 好有未來科技感喔 大家知道 新月航空是日本連續10年嗎 印度第一名的航空嗎 從一上飛機就驚奇不斷 而且座位還是皮革製的喔 有如高級車一樣舒適好眠 日本號稱可以睡得最安穩的黑77飛機 重點重點重點是 飛機餐好吃到驚人啊 這一趟旅行真的很愉快 讓我去了一次北九州之後 又想要再去一次 那這個新的飛機 除了新的飛機 除了新的飛機 機航電池的後面是黑色 這個非常有機台語訊的感覺 台語訊的日文就是 簡潔俐落的那種異形其實是這樣的 然後我的這個後面的 那個座位啊 它是用機格做的 對就被日本人說 然後我玩如下高級車的座位 然後坐著睡覺非常的舒適 然後它的座客平衡也是 連續十年的第一的飛機喔 它連他們的雜誌都這麼時尚啊 而且也有很多人會以為 北九州是整個日本九州的北部 不是囉 它是一個地名 就叫北九州市 它是歷史美食文化 東馬都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最近還被選為日本新三大夜情喔 而且北九州市還被票選為日本成人 心目中最想要死去的城市第一名喔 真的是超舒適的 而且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沒錯 就是它的位置真的是超級大的 整個距離呢 這也可以住得很舒服 終於反代已久的飛機餐料來了 謝謝 大家好 他們不管是筷子還是餐盒 都非常簡約俐落 都很有設計感 還有我後來發現這個水的Size 真的超棒的 我在北九州的幾天 都是拿來隨身攜帶水 超好吃色香味俱全的飛機餐 我必須老實說 我是一個不愛吃飛機餐的人 因為我覺得都不太好吃 它卻成功抓住了我的胃 不知道大家覺得它外觀看起來如何 但我覺得吃起來絕對比用看的還要好吃 讓我很驚人的原因是 我覺得吃起來根本就不像是飛機餐 完全是日本便當店的水準了 那它去層跟灰塵的菜色不一樣 我是比較喜歡去層的 然後你們看 在飛機上居然有100%的果汁可以喝耶 我真的沒有在飛機上看過 也是這麼濃的果汁 啊怎麼我還沒攪完 畫面就已經到廁所了 不管先讓我攪完果汁 我本來想說是我自己太香巴勞了嗎 但是坐在我前面的日本人 他也在跟旁邊的人討論說 欸欸你看居然提供100%的果汁耶 他們覺得很驚訝第一次看到 那我這次來北九州市 是為了要主持日本電視台的國際式電視節目 目前這個節目已經在台灣的民視還有泰國播出了 我很開心認識到這麼棒的地方跟航空公司 欸這樣講怎麼好像業配 這不是業配啦 在錄電視節目之餘我自己沒有拍影片 最後會再公開 請大家敬請期待我的北九州旅行 這個飛機真的很值得大家看 大家也來北九州玩吧 離台灣才兩個小時就到囉很快 如果你想要知道北九州的景點 想知道怎麼玩的話 也別忘了看我的影片說明欄喔 如果覺得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頻道 也記得按鈴鐺喔 還有其他的特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有任何Festimals就對了 那我們上次有玩分享 謝謝 然後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